五年前我的未婚夫因公殉职,尸骨无存,可今年8月20号晚上8点17分,王队亲自打电话给我,他说,沈关南找到了。 去往那个沿海小镇时,王队和同行的警察一直在劝我,可我不死心,我是他追了两年,宠了五年,求了两回婚的人,他怎么可以忘了我? 我妈撒着手上的宿圈,他明明已经对我求婚了,他怎么可以娶别人? 飞机转大巴,五个小时的大巴我吐得天昏地暗,历经十个小时,我们四个人终于到达了那个小镇。 在那,王队指着一家叫做晴天的民宿,一直默默无闻的旅馆因为游客拍的一组照片而突然走红。 那一组照片里,突然出镜的老板更是吸粉无数,虽然只有一个侧脸,但足以让一群人都为之疯狂。 王队看了我一眼,他什么都不记得了,一定要,我紧紧盯着那扇门,五感顿失。 王队推开门的时候,海罗特制的风铃响起一阵清脆的声音。 眼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院子,鹅卵石铺成的一条小路只通屋子,院子里有个超大的鞦韆,还有一条金毛和好多只猫,我诧异地看着那些小动物。 忽然一个人从贝壳串成的帘子后走了出来,来人人高腿长,黑梯下的臂膀线条紧实流畅,侧脸轮廓干净利落。 看到他的一眼,我的身体就不受控制地僵置在原地,后背发麻,脑袋里嗡嗡的。 身体功能好像一瞬间全部丧失,只能拼尽全力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男人。 我见过跟沈灌男八成像的人,甚至连眼角下的肋指都一模一样,可我看一眼就知道他不是沈灌男。 眼前的人跟我的少年相去甚远,他的脸比少年的沈灌男五官更加成熟,多了棱角。 更多了些冷峻,我控制不住地靠近再靠近,直到看到了他眼角的肋指,脖子上的红绳,沈,灌男。 我强忍着哭腔,轻轻喊出他的名字,生怕吓跑他。 他抬头看我,竟是陌生到了极致的眼神。 什么?沈灌男,我几乎说不清楚他的名字。 那人冷漠地看着我,抱歉,小姐,你认错人了。 可我这辈子什么都可能认错,唯独不会认错沈灌男,因为他是我的半条命。 王队急忙拉着我,不好意思,还有空房间吗? 沈灌男抱着双臂,仔细地审视了一下我们。 有,要几间房? 两间。 进来吧。 他竟只扭头往屋子里走,一个眼神都没看过来。 我天真的以为,只要他看到我,他一定会想起我,只要他看到我,一切就会不一样的。 可他看我的眼神陌生又犀利,还带着一点的被唐突的嫌弃。 听到他还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哭,听到他结婚了我也没有哭,可以想到他刚刚的眼神。 我的心像是被人攥在手里,疼得快要炸裂开来,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。 身份证。 王队递过我们的身份证。 那人接过身份证的时候,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左手小拇指少了一截,他走向柜台,右腿走起来微薄,我捂住自己的嘴巴。 王队拿过房卡,急忙让人把我带了出去。 我坐在房间里,好久才找到自己的声音,他怎么变成这样了? 来的路上我发誓,见面我一定狠狠甩给他一个巴掌。 这个负心汉,怎么可以忘了我娶别的女人? 可看到他的那一刻,我突然就舍不得了。 我只想抱抱他,我在房间里待了好久,久到李姐怕我出事硬把我带出了房间,大家都在后院吃烧烤。 我一眼就看到了正在烤穿的沈关南,王队站在他旁边,两个人似乎很聊得来。 念一,好点了吗? 我点头。 阿南我给你介绍一下,这是念一。 我缓缓伸出手,控制着自己不要抖。 孟念一,你好。 宽厚温热的手掌短促地握了下我的手。 阿南,你好。 陌生人之间地打招呼,那一瞬间,我鼻尖一酸,想起了刚求完婚的时候。 他抱着我,整个人温柔地不像话,浅浅地喊我沈太太,你好。 终究是错过了。 看着眼前的人,我有无数的话想问,到头来还是只问了句,这里很漂亮,你们在这里过得好吗? 他熟练地翻着烧烤架,随口回答,挺好的。 那就好。 说话间,一块鸡翅忽然掉了下来,他看向门口的方向,土豆,过来。 土豆是我们共同领养的一只橘猫的名字,名字还是他取的。 他说,又胖又圆,叫土豆得了。 看着甩着尾巴过来的大金毛,我嗓子发紧,他叫土豆。 嗯,又胖又圆,不叫土豆叫什么。 我背过身,悄悄擦眼泪,这样俗气的名字也就他起得出来。 烤串烤好,大家围在一起吃,看着桌子上的啤酒,我拿过一听就往嘴巴里倒。 苦涩的味道在嘴巴里蔓延开。 我看着对面的人,经常被我嘲笑的美人质还在眼尾,脖子上依旧挂着红绳。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我送的那条,一切都不真实。 李姐给我们分烤串,蘑菇放到了她的盘子里,她先她一步拿了起来,不行,她不能吃蘑菇。 桌子上的人忽然都看着我,正当我无措的时候,忽然有个人影跑过来,直接跳到沈冠南的背上,抱着她的脖子轻腻地蹭了蹭。 阿南,我想死你了。 沈冠南急忙弯腰,一手护着身后的人,下来。 虽是责备,可我听得那语气里只有宠溺。 背上的人被她拉进怀里,她笑着介绍,这是我老婆,叶宁。 我手里还拿着那串蘑菇,呆呆地看着眼前笑容如太阳一般明媚的女孩,胸口一颤。 整个人像是被重锤敲了一棒,痛到不能喘气。 你们好,我是叶宁,阿南的老婆,欢迎你们来海城玩。 王队他们依次打着招呼。 叶宁很健谈,她把每个人都夸了一遍,她夸我,念一姐,你好漂亮啊。 这么瘦,好羡慕啊。 你的头发还这么好,不像我,马上就要吐了。 说着忽然想起来什么,扭头看着她身后的男人,肯定是你吹头发有问题,你注意点,要不然下周婚礼我就变秃头新娘了。 沈冠南揉了揉她的头发,无奈地笑了声,好。 看着她清澈的眼神,不曾落过一粒尘埃,眼神里都是对婚礼的期待,像极了当初的我。 婚礼? 李姐问道,对啊,下周三是我们的婚礼, 希望各位大驾光临。 我又开了一厅啤酒,叶宁也拿了一厅,可刚拿到手就被男人夺过,不许喝。 叶宁撒娇,就一口。 说完不顾我们在场,偷偷亲了她一口,好阿南,就一口,一口吗? 喝这个。 白色的杯子里是起伏的玫瑰,杯子打开,玫瑰花的香味飘了出来,夜明皱眉,玫瑰。 阿南啊,我都跟你说八百遍了,我不喜欢花茶,你怎么每次都忘记? 我也不知道,每次就顺手就泡了。 听到她的话,我别过头,喝光了最后一口啤酒。 我不爱喝水,高中时背书嗓子透支严重,严重的时候都说不了话,为了让我多喝水。 沈观南变着花样地让我喝水,花茶果茶乌龙茶轮着翻来。 冬天她还会给我煮苹果水和雪梨汤。 每次我多喝一杯水,不可一世的沈少爷都快要把我的粉色保温杯给供起来了。 看到我喝啤酒,叶宁继续讲条件,你看念一姐都喝一罐了,说不定她的头发这么好,就是喝啤酒喝的。 贫嘴。 我看着手边的啤酒,苦涩一笑,我以前的男朋友也不让我喝酒,因为我是一平岛,他管我管得特别严。 叶宁看着我,那你现在这么喝,他不会生气吗? 我看了一眼他身后,摇摇头,他早不管我了。 好像是说错了话,叶宁抱歉地看着我,也没再闹,乖乖地抱着沈观南的杯子,喝了个干净。 烤串我就吃了那串蘑菇,酒喝得不少,头有点晕,提前回去了。 下台阶的时候,听到叶宁爽朗的笑声,我回头看,叶宁像树懒一样赖在沈观南的杯上。 手舞足蹈,嘴巴里滔滔不绝,沈观南时不时被勒得一个猎切。 依旧好脾气地低头收拾着桌子,好像早就习惯一般。 沈观南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,我以为他只对我好脾气,我以为这辈子他只会爱我。 看着脸上幸福的都要溢出来的叶宁,我捂着皱痛的心脏,难过得快要死去,那本该是我呀。 被沈观南宠得无法无天的,应该是我呀。 我忍着拆开两人的冲动,强迫自己回了房间,翻开我的包,把所有的东西倒在地上。 直到把药吞下去,我那如潮水般的情绪才慢慢开始退潮。 理解进来的时候我已经恢复如常,我以为你会大闹一场。 我看着窗外,本来有这个打算的,可我突然舍不得了。 我看你带了这么多东西,你是想帮助沈观南恢复记忆。 那个箱子里装了我们的十年,有他写给我的第一个小纸条和第一封告白信, 还有他送我的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礼物,以及我们的第一张合照和第一张婚纱照。 我摇头,没想过。 理解很吃惊地看着我,喂,为什么? 想起沈观南父母的惨死,我闭上眼睛,吻着情绪,失去亲人的痛,我不想他承受两次。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,等我收拾好背着画板出去的时候,已经过了午餐时间,王姐对我招手。 念一,给你留了饭。 大家在院子的木桌上闲聊,叶宁看到我以后哒哒哒地跑到屋子里。 在出来的时候,手上拿了个橙色的信封,他献宝一样地递给我。 念一姐,我们亲人不多,正式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 很正式地邀请,我接过那个信封,没勇气,拿出里面的请柬,叶宁不停地催促我。 念一姐,你是学美术的,你帮我们看看这个请柬设计得怎么样。 薄薄一张纸我却感觉千斤重。 来,我看看,这个颜色好漂亮。 理解急忙开口。 我也觉得,这个橙色是阿南选的,我选的紫色,但是橙色的效果更好。 念一姐,你喜欢什么颜色? 我放下画板,指了指自己橙色的衣服。 高中之前,我没有特别喜欢的颜色,直到有次穿了个橙色的外套。 沈冠南说,我穿橙色很好看,从那以后,橙色成了我最爱的颜色。 念一姐,你跟我家阿南的品味好像啊。 我家阿南。 我听着这四个字格外的刺耳,曾几何时,沈冠南在人前最爱喊我,我家念念。 理解看到我的神色,立马从我的手里接过了请柬,里面的漫画好像你,很可爱,只是这个是傍晚。 婚礼时间在傍晚,叶宁揉着脸,这是阿南要求的。 因为他说,因为有人起不来。 叶宁愣愣地看着我,念一姐,你怎么知道? 阿南就是这样说的。 但是最重要的是,阿南特别喜欢傍晚。 沈冠南说过,一天之中他最喜欢傍晚,因为傍晚的时候,睡美人就变成了他的女朋友。 我天生绝多,高中五点半起床对我来说简直是十大酷刑之手。 那三年,每天早上,我都会坐在沈冠南的单车后面,闭着眼睛抱着他继续睡。 下课十分钟我都能做三个梦,每次醒来,他的校服都披在我的身上。 记得有次睡得迷迷糊糊的,有人在我耳边叹气,哎,你这么能睡,娶你那天该拿你怎么办? 一直到二十四岁那天,早上我被他的胡茶扎醒,推了推他继续睡,他把我扣进怀里,轻轻拍着我的后背,嗓子压压地对我说,念念,我们的婚礼定在傍晚吧。 我哼哼了两声,他亲了亲我的额头,满足地输了一口气,必须得让我的小瞌睡虫睡饱了,要不然闹脾气不嫁给我了怎么办? 我找谁说理去? 而如今,不是我不嫁,而是他娶的不是我,果真是没地说理去。 我起身拿起画板,也就是这一瞬间,叶宁看到了我无名指手上的戒指,看着他的目光,我晃了晃戒指,因为他也这么说过。 你结婚了吗? 念一姐 嗯,我结婚五年了。 叶宁很惊讶,那姐夫呢?他没陪你一起来吗? 我看着远处走过来的男人,微微摇了下头。 走出民宿大门的时候,叶宁的笑声还是跟了过来,他在跟李姐说阿南求婚的过程,我加快步伐,仿佛身后有恶鬼所命。 我找了个空地,织起画板,刚拿起调色板,脑袋一阵眩晕,我从口袋里拿出药盒,吞了药以后,不是赶才慢慢地消散。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幸运的人,我没有父母,没有朋友,没有中过再来一瓶。 我以为幸运之神讨厌我,可就在那天。 我加重了喜欢很久的娃娃,喝到了免费的奶茶,在超市砸金蛋砸出了五千元的现金大奖,就连买给小美的可乐都是再来一瓶。 小美笑嘻嘻地看着我,幸运女神,托你的福。 我不敢相信,从小跟幸运绝缘的我怎么可能会这么好运,就在我们的车子转弯的时候,车子忽然不受控制地向前撞去,看着前面越来越近的墙,我害怕地大声尖叫。 砰!车子撞开了那堵墙,意外地,撞击感基本为零,我从手指缝里隐隐看到了一丝橙色的灯光。 灯光和花香蔓延开来,落到了中间一身西装的人身上。 沈冠南站在花海里,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,亲朋好友们都盛装出席,就连土豆也是一身帅气的小西装蹲在他旁边。 我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切,直到沈冠南走过来将门打开,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,他说,孟同学,到时间了。 这是我们俩的暗号,到吃饭的时间了,到放学的时间了,到亲亲的时间了,到你嫁我娶的时间了。 我被他抱下车,耳边掌声不断,沈冠南一个常年出生入死多年的人居然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。 念念,今天过得好吗? 我哽咽地说不出话,只能一个劲地点头,他笑,坏得不行。 念念,有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我做,也只有你能做。 我看向他,什么?做我老婆。嫁给我,我让你每天都这么幸运。 而且,我还买一赠二,赠三也有可能优。 很奇怪,我跟沈冠南在一起,好多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,不需要铺垫和假设。 就像我知道他一定会娶我,他也知道,我非他不嫁。 那天求婚完以后,回去的路上他买了一张彩票,他跟我说,如果中了,三千万全贵你。 没中呢?我问他。 他一脸坦然,说明娶你花光了我全部的运气。 我笑得不行,一本正经对他说,我一直觉得自己运气不好,原来都藏着遇见你了呀。 那必须啊,你攒了十八年的运气才遇到我,希望你好好珍惜我。 我偏过去亲了亲他,很郑重地对他说,我会的。 夕阳出现的时候,我贪婪地看着那一片火红,言犹在耳,只是故人不在罢了。 我背着画板回去的时候,民宿外面已经亮起了灯,走近的时候,门口站着一个人影,火红的星点在空中浮动, 你古丁的味道飘了过来,我拧眉看着眼前的人。 他听到动静偏过头的时候,我从他的眼里居然看到了一丝慌乱,他快速把烟头碾灭,不自然地摸了下后脑勺,像急了每次省冠男抽烟被抓包的样子。 我站在原地,用了十二分的克制力忽视他,可就在我们擦身而过的时候,我听到他说,梦念一,我记得你。 轰的一下,我只觉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在了脑子。 我的省冠男回来了吗? 我僵硬转身,肩膀,小腿不自觉发抖,心脏也跟着颤抖,灌男两个字就在嘴边,可在触及到他那平淡的眼神时止住了。 沈灌男从不会用这种眼神看我,他看向我时总是带着笑意,眼里的温柔将我重重包裹。 突然间的大悲大喜让心脏发痛,我低着头,不让他看到红了的眼圈。 王队告诉我了,但是他没说你。 他缓缓地分析,我感觉你很熟悉,但不是同事之间的熟悉,每次见你我总有一种负罪感,甚至还有点叛逆,你知道我对孤类过敏,而且你脖子上的红绳跟我的一样。 红绳是我们一起在先言四求的,我求他平安,他求我得偿所愿,红绳上配了两个银片,由我们两个的字母缩写。 我忘了,沈灌男是侦察兵出身,虽然没了记忆,可骨子里的警觉依旧还在,王队他们热情到反常的态度根本逃不过他的眼睛,被他猜出来也不过是一两天的事,而我的身份,他到底是猜不出来,或者是猜出来不敢相信。 我缓缓抬起来,对上他打亮的眼神,他却低头看向我的戒指,叶宁说你结婚了,你,我。 他虽然手插口袋,但我知道他现在肯定手握成全,心里乱得不像话。 是啊,本将立马抱得美人归,被幸福冲昏头脑的男人,突然冒出来一个可能跟他有关系的女人,他肯定心乱如麻。 我猴头肩色发不出声音,尝试了数次我慢慢开口,我的确结婚了,但,和你没有关系。 肉眼可见的,我看到他松了一口气,那一秒是活着最痛苦的一秒。 我怎么也想不到,我的人生会有这么一天,沈冠南会因为跟我没有关系而庆幸。 我至今记得高中时,他偷看我被发现时那红着的耳朵尖和不知所措的小表情, 以及我答应做他女朋友时,他高兴地仿佛得到了全世界,那样得偿所愿的笑容。 我只见过两次,那他呢?我看着眼前的人,眼泪一下就忍不住了,他无错地看着我跟我道歉,抱歉,我。 我弯下腰抬手,指住他所有的动作,你爸妈可怜我,把我当女儿养,我和你没有太大关系。 我来这里主要是替二老看一眼,至于红绳。 我用力一拽,红绳掉落,你父母替你求得平安,顺带替我求了一个而已。 沈冠南看着我不说话,可我已经没力气再远了,这几句话应该能让他安心结婚了。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房间的,我以为自己控制得很好,可转身那一刻,泪如泉涌。 眼泪弄花了妆容,看着疲惫虚弱的面容浮现,我捂住双脸,蹲在卫生间的角落里,哭了好久。 五年,我做梦都想着沈冠南可以回到我身边,可他出现的那一刻,我却不得不推开他。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?为什么偏偏是我啊? 因为情绪起伏过大,胃里一阵翻滚,喉咙一股血腥味。 念一,你怎么了?快开门。 我扶着墙壁站起来,如常地按下冲水键,迅速补了补被泪水弄花的妆容,然后如常人一般地走出去。 我没事,不小心摔了一下。 李姐那心疼的眼神,看得我心里难受。 在我面前你不用憋着。 我憋过脸,我没事。 李姐看着我欲言又止,最终拍了拍我回床上去了,转头的瞬间,我又看到了桌子上的东西。 橙色的请柬,傍晚的婚礼,那本该是属于我的呀。 那一刻我忽然就觉得很不甘心,很不甘心,感情占了上风,我冲出门,直奔大厅。 我要告诉她,我才是你的未婚妻。 闲闲的海风吹过来,吹得脸生疼,叶宁的笑声从二楼传来,我抬头,看到沈冠南正在给叶宁吹头发,那小心翼翼,却又充满爱意的动作是那么的熟悉。 叶宁舒服地趴在她怀里,而我,曾经的怀中人成了旁观者。 我被那笑声定在原地。 假如,假如我告诉她,我才是她的未婚妻,沈冠南是个负责任到底的男人,她该拿我怎么办呢? 我不想她可怜我,我只想沈冠南爱我。 等我收敛情绪回去的时候,已经是凌晨了,可理解还没有睡。 是冠南自己发现的,她虽失忆,但没忘记自己的老本行。 我知道,沈冠南一向聪明,怎么会看不出来王队有意无意地接近。 她父母呢?王队告诉她了吗? 空气安静了几秒,说是车祸。 我点点头,没有再说话,这个理由起码还可以接受。 冠南说,婚礼结束后和我们一起回临城。 两久以后我开口,毕业成家了,应该带妻子回去看看父母的,应该的。 冠南问你了吗?我又想起在门口等我的人。 问了,我没说,放心吧。 念一,你知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 我捂着痛感传来的胃,可我是这个意思。 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,整整十年,沈冠南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 他像藤蔓一样缠绕在我最重要的记忆中,如今剥离出来,血肉模糊,痛不欲生。 来这里的第三天,失眠重新找上了我,我睁着眼睛到天亮,离他们的婚礼还有两天。 院子里一早就响起了叶宁的声音,他在张罗婚礼。 这里,我要一个鲜花拱门,要红玫瑰,红毯需要多长呢? 背景板需要多大的呢? 阿南,要是没有照片墙,你就死定了。 院子里的声音不断,我把头埋在被子里,可叶宁的声音直直钻进我的耳朵里。 其实我们也有一场婚礼,花露是他求婚时的白茉莉,手捧花是省贯男亲手做的。 橙色的小苍蓝,幽香中带着一丝甜蜜的味道,宾客的座位用的是橙色丝带。 菜品是我们改了四次菜单才定下来的,就连喜糖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挑的。 喜糖盒子上还印着我们两个的漫画板。 他拉着我的手走过那条长长的花路,温热的手竟然忍不住地颤动,不过是彩排,他却紧张得不行。 一切都是那么地顺利,可任务偏偏是那天晚上,他还没来得及给我戴上婚戒,也没来得及看我穿上绣了他名字的婚纱。 他不停地给我道歉,说一周就回来,就一周,他就马上回来娶我,我就那样等啊等。 等了五年,等到了他娶别人的消息。 等我化好妆出去的时候,院子里好多人正在搭建场地,叶宁看到我立马跑过来,念一姐,有个小忙需要你帮一下。 我怎么也想不到,叶宁找我帮的忙居然是他的婚礼。 白色的背景板上,我熟练地拿出我的调色板,找出要用的颜料,聊聊几笔,勾出了一个夕阳的轮廓。 好了好了,念一姐,你画得真好,要不是得贴照片,我真想让你画满。 我收起画笔,照片,叶宁掉头,是我和阿南这五年的照片。 叶宁把一张张照片贴到上面,她是一个自来熟的女生,又或者她想把自己的幸福分享给所有人,所以她不停地说着他们这五年。 这一张是阿南刚刚出院,整个人受得不行,但是又特别凶,我救了她,她给我打工还债。 其实最先心动的是我,我追了她两年,她每次拒绝我的理由都一样。 叶宁挠头,她说她忘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,没找到之前不想其他的。 我忽然想起了她求婚时说的,念念,有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我做,也只有你能做。 什么?做我老婆? 我看着照片里的人,嗓子发牙,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找到了吗? 叶宁摇头,没有,她什么都不记得了,我陪着她漫无目的地找了三年。 后来,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,她可怜我是个老姑娘,就伪身于我了。 良久,我听到自己的声音,看来还是不重要。 叶宁立马出声反驳我,不是的,对阿南来说很重要的。 她特别讨厌医院,可为了那件事,她去医院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治疗,风雨无阻。 眼前的照片里,沈冠南站在海边,阳光打在她的身上,她笑得张狂而又肆意。 我仿佛看到了十八岁的沈冠南,轻狂又目空一切的少年,唯独向姑娘低头。 我抬手,摸了下照片,何必呢?忘记了就代表不重要。 念一姐,你来签第一个名字吧。 橙色的签字比此刻万斤重,我拿着笔久久不动,算了,我的字不太好看。 婚礼上的鲜花需要提前预定,沈冠南很忙,忙着布置和叶宁的婚礼,叶宁就拉我一起出门。 其实我很想拒绝,可又想听她说,她这五年。 花垫在镇上,店铺不大,花却很多,王老板,一千只红玫瑰,后天用。 看样子是熟人,老板比了个OK的手势,刚来的小苍蓝,新鲜得很,要不要拿几只。 叶宁摇头,我喜欢香味浓烈,颜色热烈的花,那个不是我的花。 眼前的姑娘就如红玫瑰一样,热情而有活力,可以治愈一切,包括受伤的人。 出花店的时候,我还是买了两只小苍蓝,橙色的花瓣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 路边有卖水果的摊子,叶宁蹲下捡山竹,阿南最喜欢吃山竹了,给他多买点。 我们生活在北方城市,常见的水果是苹果、梨,我也不知道他最爱吃的居然是南方的山竹。 除了他那张脸,好像其他的一切都不是我的省灌难了。 远处摩托车的轰鸣声传来,摇摆的摩托车在狭小的巷子里迅速逃窜,身后是两个警察。 摩托车很快逼近,可车主没有一点刹车的意思,叶宁就要起身的瞬间,摩托车已经擦到了他的衣服。 我用尽全身力气去推他,撞击的疼痛感瞬间出现在我的身上,我被撞到水果摊上,随着滑落的水果又摔到地上。 那一刻,我只看到我的花被人踩在脚底。 念一解,来到这儿的第三天,我进了医院,醒来的时候是傍晚,床边围了一圈人,包括王队和沈关南。 我实在没力气开口,叶宁说了好多话,眼里还泪汪汪的。 我看到有人在安慰地拍他后背后,又闭上了眼睛。 等我一觉醒来的时候是凌晨,屋子里黑乎乎的,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摸我的头发。 黑暗中,有人拉下了我的手,替我整理了一下头发,手臂忽然一热,床上的人抽气了一下。 什么时候的事?我看着眼前的黑影,叹了口气,半年前吧。 为什么不说啊?我拍了拍他的手臂,不是坏事,这个病对我来说是解脱。 对不起,真的对不起,我不知道你生病了,我还防备你接近灌难。 我拍了拍李姐的手,你没错,我的确目的不纯,那可是省灌难啊。 我爱了十年,差一点就结婚的人,怎么样说我都得为自己争一争的。 胃部的抽痛又传来,我憋了会儿气,等疼痛散了一些才开口,要不是这个病,我真的会大闹一场,要不然我不甘心啊。 李姐细细碎碎的哭声哭得我难受,真的不要告诉她吗?还有机会的念一。 此刻的李姐忽然倒戈,让我有点措手不及,我努力睁大眼睛,不让眼泪落下。 即使我再不甘心,也只能认命,不了。 我们都知道,省灌难父母的死不是意外,是报复,如果她知道真相以后,那她该多痛苦啊。 而且按她的性子,不会就此罢手的,可能她拼上自己的命也要,我不想她再受伤害。 我吸了吸鼻子,我总不能刚告诉她,我是她的未婚妻,立马就让她替我处理后事吧。 一下失去三个亲人,她该怎么办呢?她马上就要,结婚了呀。 旁边的李姐哭得越来越厉害,我拉着她的手,反倒安慰起她来,不用为我哭的。 知道自己得这个病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解脱了,那折磨我的一切终于要结束了。 直到听到省灌难的消息,我才感觉到崩溃,可看到她跟叶宁在一起的时候,我忽然又庆幸自己得了这个病。 念一,我别过头,眼泪滑进枕头里,而且,你也看到了,她是阿南。 不是我的省灌难,省灌难一定还在等我去找她,李姐,我马上就可以见到她了。 李姐轻轻地抱住了我,我回抱住了她,李姐,帮我个忙好吗? 那个夜晚,李姐哭得睡不着觉,而我因为吐露了自己的秘密,毫无负担地睡着了。 第四天早上,我醒得很早,李姐为我梳理假发,我往脸上涂涂摸摸,她说我,还化妆吗? 来这里以后,我每天都化妆,因为我的气色太差了,也因为我想体面一点。 简单涂一下,显得精神一点。 李姐不说话,但手上的力道更轻了。 叶宁来送早饭的时候,我发现她神色不对,整个人没有精神,恍恍惚惚的。 终于等李姐出去的时候,她走近我。 念一姐,阿南就是你的丈夫吧? 我端着粥的手一抖,刚要开口就听她说,我不是故意翻你箱子的,我是去给你拿换洗的衣服。 我放下粥,看着眼前忽然开始落泪的女孩,是我抢了你的,她本该是你的,是我霸占了她五年。 真的抱歉念一姐,真的抱歉,眼前善良的女孩哭得不成样子。 叶宁,你没有对不起我,你的爱人是阿南,我的爱人是沈冠南,你哪里抢了我的? 可阿南就是沈冠南啊。 我摇头,替她擦去眼泪。 不,爱你的是阿南,爱我的才是沈冠南,我说她不是她就不是,我豁出命救你,可不是为了看你退婚的。 叶宁一直带黎姐,回来她才离开,离开时眼睛还红红的,黎姐下午回去补眠,顺带晚上带饭。 我怎么也没想到晚上是沈冠南送饭过来。 看到她进来的那一刻,我庆幸自己化了妆,可又担心自己的头套歪掉,趁着她转身的瞬间整理了好多遍。 保温筒里是一消化的鸡蛋羹,还有奶香小馒头和红烧小排,估计不知道我能吃什么。 就做了两份,最让我惊喜的是还有甜品,红薯芝士。 我实在很想尝尝她做的红烧小排,不知道她这次的酱油有没有放多,可我的胃只容纳得下一点点的鸡蛋羹。 我坐在床上,沈冠南站在窗前,我们一言不发,可一点都不觉得尴尬。 曾几何时,我们午睡到傍晚醒来,我坐在飘窗上弹吉他,他躺在床上看着我,没有一丝言语,只因我们懂彼此。 难得今天的胃比较争气,吃光了碗里的鸡蛋羹,我刚要拿红薯芝士,他走过来递给我。 谢谢。我说,不用谢,你救了叶宁,我应该谢你。 原本甜丝丝的红薯芝士,此刻尽是苦涩。 草草吃了两口,结束了晚餐,我知道他有话要说,可最后他只说了四个字,早日康复。 我知道我现在应该说些吉祥话的,新婚快乐,白头到老,之类的,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 谢谢,希望你们,我用了点力气才继续开口,好好生活。 原谅我,这是我能说出的最大祝福了。 沈冠南点了下头,拎着保温筒离开,我的视线紧跟着他的背影,关上门的那一刻。 我拔了点滴,拖着伤腿一瘸一拐地趴到窗户上,他的背影再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 我贪婪地看着他的背影,想要刻在脑子里,毕竟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。 来到这里的第五天,是沈冠南和叶宁的婚礼,听说我的位子在第一排,可很抱歉。 我已经上了火车,火车票是早就买好的,回凌晨,刚坐下没多久,就开始胃痛。 这几天,胃痛的频率越来越高,我知道,拜托理解的那件事快要到了。 跟沈冠南一起以后,我变得很娇气,一点小疼小痛就要发脾气。 沈冠南的朋友们都说他脾气很臭,可自从跟我谈恋爱以后,他脾气好到没脾气。 就算是我无理取闹,他也照哄不悟,我很吃他那一套,他每次都把我抱得紧紧的,滴滴沉沉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,我听到他喊我宝贝,那瞬间疼痛都消失了。 可现在,我疼得头冒冷汗,捂着胃的手指用力到骨节泛白。 换作以前,他肯定心疼得不得了,肯定会像上大学时,我被玻璃扎到手一样,紧紧把我的脑袋扣在怀里, 不厌其烦地哄我。 但现在,身上的痛笔当初玻璃扎进皮肉的时候,还要痛苦百倍。 我趴在桌子上喊他的名字,沈冠南,你怎么还不来哄我啊? 火车一路北上,在止痛药的作用下我睡着了,我梦到我回到了高中,见到了18岁的沈冠南,眼睛里只有我的沈冠南,那个只爱我的沈冠南。 如果有下辈子,我希望,在我的青春里,遇见的第一个人还是沈冠南。 全文完。 当我前去照看生病的母亲时,婆婆用直播设备挡住了我的去路,你难道不明白吗? 你可是一名知名的网络红人啊。 你母亲只是入院治疗,并不是躺在太平间,她不会有事的。 快点开始直播,否则我们一天就会损失上万。 我对婆婆大声反驳,摔碎了直播设备,愤怒地前往医院。 但是,我刚到医院没多久,网络红人媳妇外出约会,婆婆在直播中为儿子哭泣就登上了热搜。 谁说我就像一只病猫,不会发威。 晚上,直播结束后,我冲进浴室洗澡。 打开淋浴头,一股冰冷的水流迎面而来,使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 我左拧右条,平时工作正常的淋浴头突然失灵,虽然热水器是开着的,却怎么也出不了热水。 我换上睡衣,打算去婆婆的房间找我丈夫程思明,却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 婆婆问,思明,那个盈盈有没有怀孕? 程思明答道,妈,我正要和你谈这件事,她确实怀孕了。 但我该怎么办? 她坚持要我和她离婚,婆婆说,这有什么好烦恼的? 林真心脾气倔强,你一带回家她肯定会离开的。 程思明,但是妈,农村婆媳撒是她创建的,没有她,网友们可能就不会关注我们了。 如果,婆婆,我和你表妹洋洋不也很受欢迎吗? 没什么好担心的。 把盈盈带回家,让我早日抱上孙子。 我早就看林真心不顺眼了,她家以前那么穷,她还内妖傲气。 程思明,我也觉得,这几年做直播,她总是指使我。 婆婆,真的吗?那你还怕她? 程思明轻声道,嘿,妈,我得去睡觉了。 随后,我听到了开门的响声。 我赶紧走回自己的卧室,一直到我冷静下来,我才注意到我的手掌因为指甲的挤压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 其中一个地方甚至还渗出了一点血。 意外的,我并没有感到疼痛。 如果真的感到疼呢? 哭泣也无济于事,反而是对眼泪的浪费。 难怪程思明最近晚上直播完毕后,总是去婆婆的房间,每当我询问原因,她总是回答说,婆婆有些难以启齿的问题需要她帮忙解决,以此来提升直播的质量。 原来,她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。 农家婆媳俩是我亲手创建的,我们通常拍摄一些乡村生活中的小乐视、家庭琐事,以及春播秋收的视频。 后来,当我们开始赚到零用钱时,婆婆主动要求参与,展示她的表演技巧,声称比亲生女儿还要亲近的儿媳。 婆婆没有亲生女儿,但抚养了一个侄女如同亲女。 当周杨阳加入我们时,我们更改了频道名字,农家婆媳俩逐渐变得流行起来。 在过去的两年里,我们三人都成了著名的网红,并且各自开设了副频道。 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商业合作的邀请,包括直播带货和产品推广等。 我们的平均日收入超过了两万元。 现在生活稳定了,不再需要为经济问题担忧。 本来我计划今年开始考虑生孩子,但现在看来,没有这个必要了。 他们母子的举动,完美诠释了那句老话,穷实添乱,富时胡作非为。 程思敏返回自己的房间时,脸上依然挂着那种淳朴的微笑。 他那深色的肌肤在昏黄的灯光下呈现出一种古老的铜色。 他张开双臂向我冲过来,手腕上闪烁着黑色的佛珠。 尽管只是一次简单的直播,但程思敏那平日里老是芭蕉的样子,却展现出了惊人的表演天赋。 我有些生硬地将他推开,然后指向床头已经摆放好的被褥和枕头,暗示他去书房睡觉。 他离我越近,我就感觉周围的空气仿佛被玷污了,更别说和他同床共枕了。 我最近经常失眠,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几次,程思敏并没有怀疑。 他拿起被子哼唱着小曲离开了。 现在,他似乎更愿意远离我。 我躺在床上,原本打算思考下一步的计划,但最终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 就像妈妈说的,打碎的碟子就是打碎了,如果因此耽误了做饭,最终饿肚子的还是自己。 程思敏的出轨对我来说并不伤心,这反而是个好事,没怀孕就能看清他的真面目。 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吗? 早晨六点,父亲的电话把我叫醒了。 珍珍,你妈高血压又发作了,她现在住院了。 妈妈的高血压是个老问题,平时她很注意服药,怎么就在进城后突然发作了呢? 我没有时间深思,迅速穿好衣服,抓起车钥匙就往门外冲。 谁知,我刚走到门口,婆婆就从厨房里出来拦住了我,她指着墙上的钟表, 提醒我该直播了。 根据合同,白天至少要直播六个小时。 我妈住院了。 那一刻,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,但想到时机尚未成熟, 我只好用平静的语气告诉她我的去向。 快点开启直播,别让你妈有事。 你明白吗? 你一走,我们就要损失好几万。 出乎我的预料,她下一秒就把直播设备搬到我面前,一脸怒容地威胁我。 垃圾车来了,赶紧躲进屋里。 我冷冷一笑,随即用力把直播设备摔在地上。 开车离去时,她的怒吼声依旧在耳边回道, 今天你肯定名誉扫地。 到了医院,我母亲急忙拿出手机对我说, 珍珍,快来看,她疯了吗? 我好奇地拿过手机,发现自己成了热门话题。 打开乡村婆媳三人的账号,看到婆婆和周杨阳正在直播。 画面中,婆婆泪流满面,她在网上大声诉苦,说我和别的男人有染。 周杨阳更是夸张地描述那个男人的样貌和我们的约会细节, 似乎就是为了迎接一个名叫盈盈的女人回家。 这是近半年来,婆婆蒂恩次对我进行诬陷, 这次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玩笑。 她这么做,显然是为了给她宝贝儿子程思明铺路。 我自责自己太粗心,竟然没早点看出她的野心。 妈,别担心,这只是直播效果。 我微笑着安抚母亲,同时打开手机用自己的小号开始直播。 对啊,我来约会了。 看,和一个美丽的女士,我将镜头对准母亲,她的忧虑顿时消失。 母亲对于盘子的事情很随意,但对我就不那么洒脱了。 特别是医生说她三天后需要手术,我不敢多说,她她担心。 昏入程思明家后,村中的流言蜚语让我母亲越来越宅门不出。 我的成绩向来优异,但大学入学考试时表现不佳,读完短期大学回到家乡。 我和程思明这个高中生迅速陷入爱河。 三年前,我与程思明的婚礼遭到了她母亲的反对,她认为我们家条件不足。 我的母亲主要因为对方的婆婆而反对这桩婚事,她无处不在,大肆干预,担心我会被欺负。 事实证明,我妈的顾虑是对的,程思明的家境并不比我们好,而我确实遭遇了不公。 程思明的父亲早逝,她的母亲费尽心血把她养大。 她总说程思明生的福相,小时候算命说她将来命中注定富贵,本该娶个富家女。 然而,命运弄人,程思明深爱我,我们的感情让双方家庭最终妥协。 考虑到双方家庭都不富有,我父母就没有要求彩礼,担心婚后我们要背负还债的压力。 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,为了不让我受委屈,父母额外给了五万元的嫁妆。 但在婆婆眼里,这被视为反向陪嫁。 她对我评头论足,批评我身材瘦高,言辞尖刻,认为程家渠我是造了孽。 虽然程思明曾几次为我辩护,加上村民们对她的讽刺,她稍微收敛了一些。 但她对我的嘲讽仍然时有发生。 即便是我开始做直播后也是如此。 她那副嘴脸让我实在看不过去,我女儿的直播竟然变成了她利用你的工具。 妈妈深深地吐了口气,每当谈起这件事,她都无法平静。 过去的我或许会去安抚她,告诉她我嫁给的人是程思明,而不是她。 但如今,我不再这样做,而是在心里默默寻找方法,希望能让她们快速离开。 妈,你为了一个背影就让自己这么生气,真的值得吗? 昨天,程思明一直和我在一起的。 我努力吞咽着内心的不安,尽力去安抚妈妈。 事实上,妈妈的高血压又犯了,原因是她在市区看到程思明和一位金发女子一起逛街。 自从我开始直播以来,程思明就开始负责一些杂物,比如打理直播件,与商家联系,以及处理样品等。 昨天,有商家送来了几箱样品,我到处都找不到她,最后从婆婆那里得知她去村里喝酒了。 虽然她曾经向我承诺只爱我一人,我也深信不疑,但我没想到她居然去和情人见面了。 仔细想想,程思明最近进程的次数的确越来越频繁。 她因为在直播中比较上镜,而且时不时会受到网友的称赞,所以越来越自信。 她开始觉得自己确实很帅,甚至偶尔会故意出现在镜头前享受赞美。 慢慢地,她沉迷于手机,对工作的态度也变得敷衍,甚至连我们夫妻生活都变得马虎。 这一切变化,婆婆也几乎同时发生。 婆婆参与直播后,塑造了一个特别疼爱儿媳的形象,镜头前总是对我关心被制,而且还经常自编制到一些打儿子的戏码。 她本来就言辞犀利,再加上外甥女周扬扬的点子,网友们都相信了她的人设,纷纷表示以后也想要这样的婆婆。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变化之后,婆婆开始用更亲切的方式称呼我。 她的口头禅从简单的哀转变为更加亲密的闺女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逐渐变得更加知名,而她对我的称呼也随之改变。 从闺女变为我的本名林真,然后又回到了最初的爱。 她对大自然的美丽景色有着独到的理解和掌握,仿佛已经达到了艺术的巅峰。 然而,不论多么精湛的记忆,在现实的压力下也显得无力。 我的直播很快就揭穿了那些谣言,让她们不攻自破。 在直播的镜头前,婆婆显得有些尴尬,左顾右盼,但不久后,她突然大笑起来,说道。 生活需要幽默感,周杨阳带着浓妆,换上了仙女般的妆束,以间隙的声音为婆婆辩解。 别跟我一开玩笑了,她对我嫂子的爱有多深,大家都清楚。 但网友们并不买账,幽默。 连林真的身份证都曝光了,这也算幽默。 装作善良的老巫婆,你累不累? 和你那愚蠢的姨一样,言不由衷。 如果不是你嫂子,你还不是在街头混日子吗? 周杨阳一气之下,脸色沉了下来,撅嘴对着镜头撒娇,看我穿得这么好看,你们怎么忍心攻击我呢? 婆婆健壮,轻轻拉了邋遢的衣服,咳嗽了几声,然后在网友的谩骂声中匆忙结束了直播,甚至连产品都没来得及介绍。 我可以想象,这对母女正在计划如何将我排挤出局,好为迎接亲人,找一个合适而受人欢迎的理由。 我已经怀孕了,即使她们不着急,如程思明所说的那样,那位盈盈小姐也很着急。 为了帮助她,我趁母亲吃完要睡着后,悄悄走到安全门内,主动联系了周杨阳。 周杨阳性格豁达,而又不拘小姐,她对婆婆的顺从仅仅是因为婆婆懂得讨好她,比如从我这儿多索取金钱后分给她一部分。 起初,婆婆投身于网络直播界,坚持要周杨阳扮演她的女儿,目的是在视频中展现她对儿媳的偏爱,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子女。 然而,周杨阳显然与她格格不入。 她参与直播主要是为了展示自己迷人的风采,除此之外别无所求。 她经常在直播中问观众,谁更美,林真还是我? 随后,观众纷纷回复,当然是林真。 凤凰和野鸡怎能相比? 这导致了她和我的关系紧张。 她平时总是挑拨我和程思明的关系,不时地说我配不上她,或者只是运气好,因直播一炮走红。 这种言论已成为她的日常,甚至在直播中也不加掩饰。 婆婆精心打造的好女儿形象,被周杨阳无意中戳穿,观众纷纷要求她退出直播。 为了平息此事,她花钱送出数万元的产品,最终无疾而终。 月底发工资时,我没有扣除她那部分。 从那之后,她对我心里怎么想我不清楚,但至少在口头上,对我称呼为嫂子。 如今,程思明在外面有情人,她经常到城里去。 除了婆婆帮她撒谎外,周杨阳也经常参与其中。 嫂子,我哥去给我买衣服了。 嫂子,你为什么总是找她麻烦?她没有自己的时间吗? 嫂子,我哥去帮我取快递了,你应该不会介意吧? 最近,在网络观众的强烈反对声中,不得不退出直播的我,为了程思明的事情而陷入困境。 这对我而言是巨大的损失,显然不是通过简单赠送礼物能够平息的。 观念冲突,诋毁,无端指责,散播消极情绪,只要观众不接受,一旦平台采取行动, 以后我可能再也没机会出现在镜头前了。 嫂子,该怎么是好? 今天我跟姨在直播间讲笑话,结果被逼下线,还被告知永不再出现,我料到的一样。 电话一打通,她就带着泪音向我倾诉。 周杨阳跟我说,婆婆在家里焦急万分,不断地责怪自己。 婆婆自然后悔莫及,她本意只是希望我背负骂名离开,担心我公开事实后, 她的账号会被封,影响到经济来源。 但最终,她反而害了自己。 可惜世间无后悔之药,我只是笑而不语。 周杨阳却越说越激动,一时气愤之下,不慎说出了真相, 我哥竟然还在那儿无理取闹,责怪我们破坏了大局,无理取闹。 杨阳,这次直播是为了帮助你哥吗? 我装作迷茫地接过话头。 对啊,如果不是她,可嗨嗨,杨阳,你在说些什么呀? 周杨阳还没说完,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婆婆的剧烈咳嗽声。 杨阳,有客户要举办新产品发布会,需要一名模特,你很适合,但客户有特别的要求。 算了,我妈醒了,等你什么时候到城里来,咱们详细谈谈,我现在在中心医院。 见她沉默不语,我顺着她的兴趣,认真地向她提出建议。 我绝没有说谎,确实有客户在寻找模特进行产品宣传。 姐夫,我这就去。 果然,周杨阳轻而易举地上了钩。 周杨阳始终相信自己拥有才华,只是一直缺乏展现的机会。 珍珍,电话刚挂断,我就听见病房里妈妈大声叫我。 我急忙赶过去,发现妈妈已经取下手上的针管,焦急地看了一眼新住进来的黄卷毛女士,然后毫不犹豫地拉着我往外走。 珍珍,就是她。 那天和程思明一起逛街的,就是她。 在楼道里,妈妈低声怒斥。 她说完,无奈地摇了摇头,温柔地抚摸我的脸庞,眼眶一红,泪水滑落。 珍珍,不要再骗妈妈了,你是我的好女儿,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心事,你和她的婚姻问题。 不会让妈妈的病情恶化,为什么还要隐忍,让妈妈更加痛苦,我鼻子一酸,快步走上前抱住妈妈,轻轻地拍着她的背。 妈妈,我在清理打碎的盘子,只要您健康,我什么都不怕。 妈妈深深地呼吸了一下,含泪微笑。 我叮嘱妈妈,什么都不要说,要表现得自然,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。 我送妈妈回病房,那位黄毛卷的女士已经躺下了。 这位黄毛卷女士,装扮颇有周扬扬的风格,肩并肩的卷发,浓妆艳抹,手指上戴着骷髅头装饰。 岳母曾说她是富家女,但我怎么也看不出来。 尽管她身穿一件棕色的真皮外套,但她的行为举止粗俗至极,她嚷嚷着,快点来付钱,发生什么事了? 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? 你的糟糕行为让我肚子痛得不得了,不得不去医院。 电话那头,因为声音太大,程思明的低沉回应清晰可闻,我很快就会到。 今天早上,当爸爸给我打电话时,我还故意对程思明提了一句, 他说他今天很忙,忙完后会来看望我妈妈。 现在看来,他这么快就忙完了吗? 哈,不是真的忙,他根本就是不想来。 当然,我也不希望他来,免得妈妈的病情恶化。 对于新欢来说,他肯定会不顾一切赶来。 但我担心他一旦知道真相,会感到刺激,医生特别叮嘱黄毛卷,孕妇在孕早期禁止性生活,否则下次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。 我突然想到,昨晚程思明不在家,他和谁在一起? 好好好,你说得没错,需要住院几天。 他不耐烦地反驳着医生,拿出手机皱着眉头问。 医生无奈地摇头,叹息着举起三根手指后离开了。 我假装拉开窗帘,走到窗边,顺便瞥了一眼他床头的名片,上面写着赵盈盈,22岁。 林真,那个网络红人。 当我准备回到妈妈床边时,他对着我惊讶地叫道。 哦,我忘了,尽管我才刚认识他,但他对我可能并不陌生。 他能毫不客气地叫出我妈妈的名字,并且一脸鄙视,这种情况在电视剧里也不多见。 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对他微笑,坐到妈妈身边,开始聊家常。 你不用来了,有事就发信息吧。 经过几分钟的沉默,他忽然向手机发出指令,看来他还是稍有自知之明。 这次被我抓个正着,不论婚姻如何,至于财产分配,那就彻底没戏了。 亲爱的,妈妈现在在哪间病房? 我这边刚忙完。 对了,杨杨也来了,我们现在在医院一楼等你。 程思明突然打电话来,让我措手不及。 显然,既然他已经到了医院,没办法探望那边,就过来看看我妈吧。 宝贝,是207病房,在三楼。 我特意用甜美的声音回答,一字不漏地爆出了病房号码,生怕他听不清楚。 同时,我瞥了一眼旁边正专心倾听的黄毛卷。 母亲听到声音,努力地挺起身体,嘴唇动了动,似乎急切地想说些什么,我及时阻止了他。 通话还没结束,黄毛卷的表情突然变得阴沉,急忙从床上爬起,匆忙离开病房。 我悄悄地走到门边,目送他走进洗手间。 嫂子,就在这时,周杨阳和程思明出现在楼梯口,呼唤着我,加快了步伐。 周杨阳手里拿着一个装满水果的篮子,而程思明则抱着一束玫瑰花,毫不犹豫地塞进我的怀里。 这是我从恋爱到结婚以来收到的第一束,也是唯一一束玫瑰,原本是他准备送给别人的。 哎哟,你们来得太及时了,我正要去找医生办公室,亲爱的,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毛巾扔到洗手间去。 我迅速接过毛巾和盆子,递给它,假装急匆匆地朝二楼奔去。 嫂子,去吧,我在这里照顾阿姨。 我听到身后,周杨阳的声音充满了热情。 在楼梯的拐角附近,我藏身在墙后,小心地探出头。 当程思明的身影在洗手间入口处消失,我迅速地回到原地,掏出手机,透过玻璃窗向内部争吵的两人拍摄。 程思明显得非常吃惊,迅速抓住洗手间里的那位黄毛卷发男子,质问道,你怎么会在这儿? 黄毛卷发男子猛地推开他,并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。 白痴,我叫你回去,你怎么还在这里盯着你岳母?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美,竟和他住在同一个病房。 程思明被打得目瞪口呆,过了好一会儿才忙不迭地将他拥入怀中安抚。 我哪知道这情况,另外,我今天妈妈在直播上谈论那件事,也是为了和他离婚。 我正在努力,别着急。 我们的宝宝没事吧?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? 黄毛卷发男子没有回答,反而抬起他的脸,点起脚尖亲了上去。 三件事情,第一,给我换个病房,否则,我就去流产。 第二,立即离婚,我再也等不起了。 第三,带我见你妈,得给她来点狠的,不然这老太太根本不会把我放在眼里。 几分钟后,她突然放开对方,指着自己的肚子发号施令。 程思明微微诺诺地点了点头,好,等你出院吧。 林真他妈还要住很久,我们趁他不在家去。 但是,千万别在我妈面前说你父母是普通人,记住,你是富二代,否则我妈绝对会生气。 当黄毛卷发男子准备离开时,却被程思明紧紧抓住,他脸色凝重地提醒道, 不要回去,我会想办法帮你换个房间,你的闺蜜杨杨就在那儿,我们得避免被发现。 黄毛卷愤怒地再一次挥手,给了他一个耳光,你们程家是这样重视赵母娘的吗? 担心意外发生,他依然气呼呼地走进了女洗手间。 程思明心神不宁地擦了擦毛巾,满心忧虑地朝门口走去。 视频的画面清晰,声音也很明了。 我急忙躲到楼梯口,果然,我的猜测是对的,黄毛卷不仅不是富豪之女,而且还是周扬扬的好友,他们的开销都是我辛苦挣来的,怪不得他的卡里十几万块一个月就花光了,再多的金钱也抵不过这样的挥霍。 当我返回病房时,程思明神情恍惚,又似乎在找话题,问我妈妈还需要什么。 没别的了,你去看看医院食堂开饭了没有,妈妈还没吃东西。 我直接了当地说,以免他的情人等得太久,不好影响我的计划。 听到这话,程思明急忙冲出门外。 不久,大约十几分钟后,一名护工把黄毛卷的东西带走了,真是迅速。 嫂子,你太大方了,这个活我肯定能干。 同样,周扬扬听了我的介绍后兴奋不已,猛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。 然后,她带着忧伤的表情轻轻叹息,对我表示同情。 不过,今天我在线上被人骂到下线,好像不符合对方要求中无黑历史的条件呢。 终于聊到了关键点,我趁机逐渐引导她。 这次机遇实在难能可贵,一旦成功便能进入模特界,赚钱的机会多得是。 换作是我,肯定会在摔倒的地方重新站起。 网上的批评,肯定是因为某个地方说错了话吧。 找出问题所在,只需澄清一下就行。 哪怕最后没有被选中,至少你努力过,问心无愧,继续做直播也能安心很多。 你长得这么好看,身材也这么棒,周杨杨似乎在深思熟虑我的话,眉头越皱越紧。 实际上,这两年来周杨杨赚了不少钱,但她的花费如同泉水,买奢侈品就像是在批发。 结果到头来,一分钱也没存下来。 看她似乎还在犹豫,我便又补充了一句,今天你们的直播已经出了大问题,如果不趁机立刻澄清,恐怕以后的路就走不下去了,你也不想再回到以前那种生活吧。 周杨杨操作手机的手突然停住,过了几秒才犹豫地问我,嫂子,你真的没有办法了吗? 那我们岂不是没救了? 我一在我们过来之前,还特意叮嘱我,要我快点向网友解释一下,否则,她,她会让你离家出走,我只能摇头,确实无能为力。 婆婆对我进行诬陷,想借助网友的力量将我赶出家门却没成功,现在竟然还想让我帮她。 那可真是白日做梦,谁都比不上她。 周杨杨说她需要时间考虑,临走时,我让她去花店拿几盆多肉植物,我已经安排好在里面放了摄像头,又反复叮嘱她把他们放在每个房间,既能净化空气,又有助于安神。 我迅速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书,并将收集到的证据一同交给朋友,由她迅速提交至法院。 我决心不会是那个一无所有离开的人。 那天晚上,周杨杨向我传达了我的决心,婆婆气愤地冲到医院来找我。 她一踏进病房,气势汹汹,头发像炸弹爆炸般蓬松,直直我的鼻子大声斥责。 林真,你这是硬要溺水行舟吗? 想阻挠我,你自己也别想好过。 我回忆一丝冷笑,担心她干扰到我母亲,我拉着她来到了病房外的走廊尽头。 为何如此? 我轻蔑地哼了一声,双手环抱在胸前,重复了我那晚听到的话。 婆婆脸色变了,脚步亮呛,紧紧扶住了窗台。 周杨杨在一旁投来惊讶的目光。 果然,周杨杨作为婆婆的外甥女,将我说的话完整地告诉了婆婆。 安装的摄像头非常有效,连细微的语气都捕捉到了。 婆婆向她保证,只要她帮忙将我赶出家门, 程思明离婚后会立刻给她五百万。 即使什么都不做,她的后半生也能安逸。 但根据我所知,她的豪言壮语似乎过于早熟。 几秒钟后,婆婆突然挺直了胸膛,昂首挺紧, 对我像机关枪一样怒吼道,越知道越好。 你配得上我家思明吗? 三年不遇。 既然你知道了,我告诉你,立即和我儿子离婚, 拿上你的行李走人。 我的存款高达五百万,而我的新近的儿媳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。 她的家庭条件比你家至少好上百倍。 你那贫穷的娘家根本无法比你。 你还有脸躺在病床上,如果我是她,早就断气了。 穿着人类的外表,却不懂得做人的道理, 还试图诱导我们家的杨阳去当模特, 她根本就不感兴趣。 即便是乞讨,她也绝不会跟着你。 她,我选择用行动来回应,而不是跟她争吵。 你可以侮辱我,但绝不能侮辱我的母亲。 婆婆没能及时反应,被我一下打倒, 捂着脸坐在地上哭泣, 向围观的人捏造我的出轨行为。 我故意向周杨阳微笑,表明我的态度。 婆婆迅速捕捉到我的目光, 对着周杨阳怒吼, 你就这样站着干什么? 没看见你姨妈被打了吗? 养只狗都比你更有用。 立刻过来打它,打死它。 周杨阳震惊地看着她心爱的姨妈, 愤怒地问道, 咦,你怎么能这么说我? 我比狗还不如。 你是真的生气了, 还是只是说说而已? 你以为我现在有空跟你开玩笑吗? 你就是比狗还差。 亦无是处,忘恩负义。 婆婆又一次提高嗓门,大声斥责。 周杨阳突然放声大笑, 愤怒地对她说, 你从未真正把我当作家人, 所谓的把我当女儿, 不过是利用我对付嫂子罢了。 我现在终于看清楚了, 周杨阳的改变来得比我预料得还要快。 在这种激烈的场合, 男主程思明怎能不在场? 我迅速拿出手机, 给她打电话。 没想到, 熟悉的铃声却在旁边的病房响起。 走进声音的来源, 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309号病房门前。 那里, 她正与黄毛蜷缩着, 紧张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。 当她瞥见我, 显得慌张不安, 急忙企图溜走, 但我及时出现拦截了她的逃路。 我开口说道, 现在这个时候了, 还遮遮掩掩有什么用呢? 黄毛卷这时候, 怒气冲冲地踢了她一脚, 怒斥道, 你就这么没责任心。 有点男子汉的担当, 不行吗? 和她断了吧。 她的目光像利剑一样锐利, 凌厉地刺向我的面庞。 婆婆呆立了片刻, 随后突然从地面上爬了起来, 满脸兴奋地跑向我们。 对黄毛卷露出谄媚的笑容。 她问道, 女儿, 你怎么在这里? 我匆忙赶来, 什么都没带, 我突然插话, 她怀孕了, 昨晚的剧烈动作导致了出血。 这话一出, 黄毛卷的脸色立刻变得阴沉。 程思明一脸茫然, 不解地看向她, 问道, 昨晚我们并没有在一起啊。 婆婆的手突然僵硬地停在黄毛卷的手臂上, 她的笑容逐渐消失, 然后猛地把手抽回, 狠狠地给了程思明一巴掌。 她愤怒地质问, 你这个混账, 必须给我一个明白的解释。 程家的血统必须是纯洁的。 程思明这时反应过来, 与婆婆一同愤怒地质问着黄毛卷, 同时去找医生询问。 就在此时, 我注意到走廊尽头的周杨阳正在进行直播, 揭露程思明的出轨行为和婆婆驱逐我的阴谋。 直播尚未结束, 婆婆的账号就被封锁了。 婆婆和程思明默然地从医生办公室走出, 我又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 我打开手机, 播放了之前录制的视频, 将声音调至最大。 三分钟的视频播放结束后, 婆婆摊坐在地上, 愤怒地指责着自己的儿子。 混账东西, 你居然和别人一起欺骗你母亲。 账户遭到封锁, 那位附加的心境儿媳, 一个街头小混混的真实身份暴露无遗。 这让婆婆暴怒, 她勉强站起来, 边追边对周杨阳和程思明破口大骂。 在婆婆再次气愤到倒地, 喘息困难时, 我向她展示了上诉法院的回复文件。 婆婆突然发出一声惨叫, 身体变得僵硬, 口水肆意, 眼神呆滞, 程思明大喊着把她抱去了急救室。 姐夫, 我已经说完了, 我们什么时候去办公室? 就在这时, 之前一直保持冷静的周杨阳走到我身边, 手指着手机屏幕问道。 在周杨阳的直播间里, 观众们的评论分成了两派。 一方面是谴责她破坏亲表哥的婚姻, 指责她的品行, 认为她不值得被原谅。 另一方面, 则是对她的反思和悔改表示理解, 提醒我要小心, 因为她连亲姨都背叛了, 未来可能也会对我不利。 以前, 周杨阳总是会耐心回答每一个评论, 不是撒娇就是装作生气, 摆出迷人的姿态。 但今天, 她没有回应任何评论, 一切都说清楚后, 她就直接退出了直播。 姐夫,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。 我终于看清楚了。 网友们说得对, 连亲姨都这样对我, 更别说我之前怎样对你了。 她带着苦涩的笑容说道, 我仿佛瞬间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周杨阳。 我没有多说什么, 只是迅速递给她一张名片。 她的未来, 就看她自己的选择了。 回到病房, 看到母亲忧心忡忡的脸, 我知道她在走廊里已经听到了一切。 妈, 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。 我看了看挂着的点滴, 走上前去安慰母亲。 当母亲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时, 她低声向我表达了她的担忧, 别害怕, 亲爱的, 我只是担心程思明会伤害你。 程思明, 我轻蔑地一笑, 她不敢动手。 虽然程思明身材魁梧, 心思狡猾, 但她处理事情比她母亲还要小心翼翼。 除非有确定的结果, 她是不会贸然行动的。 这点在我们结婚时就已经很明显了, 她在得到结婚证书后, 才敢与她母亲正面对抗。 因此, 当医生确认黄毛卷的流产, 确实是由于某些行为引起的时, 她看我的眼神突然变得柔和了许多。 她不再是以往那种敷衍和轻视。 她害怕, 害怕我离婚后一无所有, 守着微薄的财产, 生活艰辛。 毕竟, 从简朴转为奢华容易, 反之则难。 何况, 她的母亲突然中风, 被紧急送往急救时。 但是, 这并非她所能掌控。 在爱一个人时, 我会全力以赴, 一旦被背叛, 也会让对方付出沉重的代价。 三小时后, 我在医院走廊徘徊, 给父亲打电话, 这时候, 婆婆被推出手术室, 面部扭曲。 回到房间, 程思明跟随我, 低着头向我道歉。 她跪在我和我母亲面前, 气不成声地说, 亲爱的, 我错了, 都是我母亲的主意。 我只是一时糊涂, 请你原谅我这一次。 我不能失去你。 她肚子里的孩子也许不是我的, 求你撤销诉讼, 就当这一切都没发生过。 我真的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。 我也是受害者, 我拿起一杯水, 缓步走向她, 突然将水泼在她的头顶。 水沿着她的头发滑落, 滴落在衣服和地面上。 她脸上的表情, 已经变不出是泪水还是水珠。 好吧, 将这水恢复如初, 我们可以重新来过。 程思明停止擦脱脸的动作, 呆呆地望着地上的水迹, 突然举手猛烈拍打自己的脸颊。 她的哭泣声和耳光声混杂在一起, 令我母亲不断皱眉头。 我错了, 我真的错了。 亲爱的, 难道你忘记了我们多年的情感吗? 行了, 别在这儿烦我了, 快走吧。 我母亲终于忍不住说话了。 程思明慢慢从地面爬起, 对我母亲深深一鞠躬, 擦干眼泪, 急忙离开。 就在这时, 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喧闹的脚步声和叫喊声。 我心中一惊, 迅速走出病房, 只见一群纹身的年轻人, 在一个黄发小头目的带领下, 咒骂着冲进了婆婆的病房, 紧接着是叫骂, 呼救和打杂的声音。 当我赶到病房门口, 程思明已被打倒在地, 头部流血。 停下, 教训他。 如果不是他, 我也不会被程某人抛弃。 话音未落, 一群凶猛的男子向我扑来, 停手。 但他们还没接近我, 就有几名警察从楼梯口冲出, 手持枪械迅速靠近他们。 我松了一口气, 放下了防备姿势。 警察来得比我预期的还要及时。 这是我报的警。 大约十几分钟前, 我打电话给父亲。 经过黄毛卷的病房, 听见他大声电话召唤, 快, 叫兄弟们都来。 我今天受委屈了。 黄毛卷转移病房后, 我在手机上搜了他的名字, 偶然发现了他的视频账户。 视频里全是他炫耀的镜头。 不是在喝酒抽烟, 就是炫耀纹身, 或者在摩托车上狂飙, 尖叫着飙车, 做出各种挑衅的手势。 所以, 当我听到他的电话时, 我立刻报了警。 两周后, 我母亲手术成功出院。 不久, 法院公开宣判我们离婚, 程思明因重婚被判刑一年半, 由于他是错误方, 夫妻共同财产被剥夺, 只留下基本生活费。 程思明将半身不随的母亲 托付给舅舅照顾, 自己则进了监狱。 与此同时, 周杨阳失去客户后离开了本地, 到一家工厂工作。 一年后, 我在婚时, 程思明因表现良好提前俩月释放。 然而, 很快又因暴打黄毛卷再被关进去。 听说, 他出来找黄毛卷进行亲子鉴定, 孩子不是他的。